今天要来介绍一些大家疫情在家里面就可以用扑克牌做的一些小游戏 首先你要有一副扑克牌 然后呢我们第一个游戏想要教小朋友练习注意力的持续度 让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适合小班以下的小朋友 首先我们要先让小朋友可以去区分这四种不同的形状 那我们不要按照它上面原本我们的花色命运没有关系 它可以说这个是树叶 这个是爱心 这个是花花 这个是星星都可以 那这个游戏非常简单 你只要按照不同的形状去做分类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一副扑克牌开完起来很容易 那就可以增加到第二副扑克牌 因为我们这个目的是要练习孩子的注意力持续度 好 老师的是爱心 那它这个 驴子的是这个 驴子是星星的好不好 嗯 那给野肉 野肉是给星星 给另外一个星星 好 那星星放一起 那爱心的要给谁 这个要给谁 嗯 给老师 那这个咧 这个唱着的耶 OK 好 我们要加速哦 对 这个要给你 嗯 要打一样吗 这个要打一样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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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的是要给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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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 我的是叶子 我的是叶子 好吗 这是 这是拧拧的 我的是叶子 我要叶子 对 如果我们要增加这个游戏的难度 我们也可以按照数字来做分类 小朋友他不需要会认得 讲这样子的是一 讲这样子的是五 他只要可以去辨识这些数字 是不一样的就可以了 嗯 大家好 嗯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大家一些 疫情期间 可以在家里面用扑克碗 扑克牌玩的小游戏 你大概 要那儿 你即使看